大家好, 又是我Maffetti, 麥花田 今天我們來到… 這裡好像是公廁 但是很有藝術細胞的公廁 你怎麼帶我來公廁 不是, 這裡有個藝術村 是否帶我去感受藝術氣氛 對, 後面還有一條很經典的 叫十三街 好, 我們現在出發 看看我有沒有文化氣息 應該也有的, 應該是 好, 你走吧 又說感受藝術文化氣息 為什麼又帶我公廁去垃圾站 這些才是藝術的一種 是嗎? 你不明白 新興的藝術 對, 你看 這裡的樓, 你看 這幾條街 我看它這一區 很可能會即將重建 應該也是 這麼多紅磚的 是嗎? 這裡很有感覺 一場來到拍一幅照片 我們去 好 來到牛棚藝術村 原來這裡以前是牛棲的檢疫站 還有一個圖房 用了大概90年左右 因為搬去上水 所以這個地方租了給一些藝術的工作者 所以現在這裡已經是牛棚藝術村 我算不算是藝術的工作者 我拍攝 終有一天會是 努力一點 這裡有一個牛棚的指示圖 街坊劇場上演淚宇 原來這裡定期還會有畫廊 有不同的畫家展示他們的藝術作品 我有理由相信這裡以前真的是一個牛棚 為什麼? 不知為什麼我聞到一陣牛味 這裡有洗手間 所以你聞到的並不是牛糞的味道 很噁心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 這裡的地方也挺大 挺好的 挺凶狂 打卡一流 我們又拍一張照片 難道北島康介在這裡? 我只知道林敏聰在這裡 為什麼? 還有陳小春 為什麼會這樣? 但我覺得這裡很適合十月來 為什麼? 好像很有Halloween感覺 你看看一隻豬 藍色的 你看看這個 青蛙 它是蛙王的 所有東西都要跟蛙有關 真的有一些萬聖節的氣氛 有些陰森 這裡附近 好像整個藝術村 我都看不到街燈 很少 還有沒有人 好像一個荒廢了的地方 展品是有的 但又不是每一個房間都開放 你來感受一下 跟紅磚打卡就沒有房間 這個龍字 第二個角度看 會不會變成第二個字 有窮的 是 看來看來看來都是龍 看來看來都是龍字 我覺得有點像我的花字 我們自己是想像出來的 我亂說的 真的亂說的 但這裡 我找到 香港越來越難找到的東西 什麼 大家看看這邊 現在連機器都找不到 但有一隻LD在樹上 這些就是藝術 這個厲害 其實它真的保持著 它好像一個三腳架 對 我懷疑這是一個 一個tripod 人造天然的三腳架 還有這裡也有些污蠅 很多污蠅 不是有些污蠅 連BOSS的相機 那些污蠅也不放過 是啊 灌造的 有輪泰輪 有自己的輪 輪泰輪 嘿 又有新發現了 我經常說我們的留言要做到這四個字 和而不同 沒錯 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見 但是和和氣氣 當然不行 留言頁最緊要吵架 是嗎 沒錯 其實在這裡一年前 這裡仍然是一個上課的地方 原來是學雕塑的 這裡還有一個工作桌子 有工具 下午的1點上到5點半 錄堂的錢是值3600元 藝術的東西是不可以拿價錢去 逢星期日找盧老師上課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些課程 其實我覺得這些課程挺有意義的 要學這麼高深度的東西 這麼高技術的 可能是一個合理價錢 應該是說藝術家也要吃飯的 其實那個龍字應該是盧老師的創作 現在就真的做到一個龍字的雕塑 在那邊 終於都知道這個龍字是怎麼來的 就是這樣 這個盆景很多 多得很重要 對 你看 還有很多 那個盆很有心思 還有一個主題 是把建築物融入到種植 這個簡直是這裡的社區 有這裡的店舖的名字 這個變色是否十三階的變色 有點像 最貴的就是在後面 最貴重 我覺得能夠用一個荒廢的地方 就是租給一些藝術工作者 然後讓他們發展藝術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正面的 但進來 我覺得這裡好像荒廢了 為什麼 有一個地方 就是說是職員的房間 其他房客不准進入 我聽到裡面有聲音的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整個的牛排藝術村 其實我見不到其他人 我見到很多的藝術作品 有不同的 有雕塑的 有畫的 有植物的 就是一些盆景 但是好像荒廢了很久 沒有人打理 剛才有一個地方 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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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只有兩條弦的結他 但是那些東西好像給我的感覺 是過去一年可能都沒有人接觸過 一直就這樣放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裡好像給我的感覺 有一種唏噓 是 很唏噓 好像浪費了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是 還有很多人 現在陸陸續續進來看 這裡有什麼展覽 但是進來的人 其實都 說真的 進來都不知道怎樣看 這裡沒有道想的 這裡是 所有東西都是 好像放在這裡 你喜歡看就看 我們不知道從哪裡看電影 還有 我們不知道怎樣跟別人交流 因為很多地方 其實他關上了門 其實他又沒有說不能進去 其實又不能進去的 現在都更好一點 因為我們是下午來 有些陽光 但是如果晚一點 只剩下一點街燈的話 其實這裡可能有些陰沉 那個感覺就不太舒服 而如果大家特別是那些美女 化妝 整好頭 穿得很漂亮來打卡 就OK了 你拍片就比較慘 因為我們一張大口 旁邊就有幾隻烏鷹口飛 我們都不知道閃避還是怎樣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 可能因為荒廢沒有理會 所以那個地方可能連 吸引昆蟲 就是感覺不太好 我想吸引昆蟲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們很注重這個種植 因為這裡其實也有一些 藝術家的工作室外面 他們有很多自己的植物 自己的盆栽 這裡是一些 以前傳統流下來的東西 但是你隔了一道門 隔了一道閘 外面就是唐樓 唐樓再看遠一點 周圍已經是一些新興 一些重建之後 再建的一些新穎的住宅大廈 所以看到社區現在在新舊交融之中 是的 定位很尷尬 可能新區需要一些藝術的發展 但是又沒有完全翻新 所以有舊區凋零的感覺 是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 這個社區 仍然有很多香港昔日的情懷 那些色彩在 但是感覺上好像沒有好好利用到 如果你說這個地方有參考價值 有藝術文化氣息 暫時我都只是可以在很表面的地方感受到 我沒有真的感覺到 譬如我去一些藝術展覽 譬如在外地的 我去看那幅畫 我感受著作者想什麼 畫些什麼 但是這裡我沒有那個氣氛 我沒有那個感覺 因為我都不是很感受到 那個藝術家的存在感 從他的作品 我感覺到他們已經是 好像荒廢了 沒有人管了 他的藝術都沒有人管了 是的 我也不知道那個藝術家 他租了這個地方 他似乎都不多 經常回來 因為那些地方的佈置 外面的環境 告訴我 即是很久沒有人管了 所以我的提議是 來打卡就算了 好像是二十世紀的時候 紅磚是很有西方特色 還有很罕有的在香港 所以這個是特意保留下來 如果你來打卡的話 跟紅磚打卡 我覺得都是有意思的 不行的 那些烏鷹都生氣我了 我要去第二個地方 來到土瓜環 究竟我們吃了什麼 首先我們第一次來到這一間 到應該年紀是比我大吧 我是有點害怕的 因為其實我是分辨不到 它是否在營業中 首先你都看到格局 這間的冰室是比較傳統 比較古舊 但是剛才我們進去 我們不知道是否阻礙別人吃飯 還是 是否在營業中 都是一個迷 是否落場的呢 是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 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態 進去坐下 就是感受一下那種傳統的氣氛 OK 我收了 我收 我收 現在只不過是下午三點多 原來已經收了 我們是有開口問 現在是否營業中 但是它是說是營業中 但是五分鐘之後 我們現在已經收報了 很難捉摸 糟了 我現在好像有些 眼泛淚光 好像走到處都說 我們不做了 感謝街坊支持 突然覺得社區 好像要說再見 是的 剛才在賣菜那裡也說不做了 我立刻想找些東西 光顧一下它 買一下 買叉燒好嗎 一場來到就支持一下 要叉燒和燒肉雙拼 每樣要少許 100元 這夠漂亮 是的 看它見 有牙筹 我幫我買 好 謝謝你 其實我抱著支持一下 這間街坊的燒蠟店 我立刻想找東西幫助 我人生沒買過這麼貴的外賣 叉燒加燒肉要100元 我不知道 我拍片 我就不介意 但如果我自己是普通街坊 你聽到100元買這盒的叉燒和燒肉 我應該會卻步 我想大家開始打算留言 你被人騙吧 花田 我們看看有沒有被人騙 我們打開看看有多少 好嗎 還有吃一下 這麼好吃 這個 一塊用 其實他說還沒決定不做 他說現在街坊也叫他做 不知道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所以收100元 他說外面的叉燒吃到會生癌症 究竟店主有甚麼特別的銷售手法 可以將這裡的銷尾埋得那麼貴 我不是委屈別人 外面的叉燒 每天都用蔬蓉粉和花菜粉來吃 是嗎 這是花菜的 叉燒不同的牛肉 餐廳切開一塊 但是叉燒有四位摺位 如果他的位置摺住了 就暫時拿出來了 是呀 硬 摺住了之後 人家不能吸水 公司要你吃了嚴重的 腸殼會拿出來 輕微的 油殼不會黏著腸殼就生癌 就是這樣 人家說我們不敢吃 外面放叉燒 是你哪敢吃 好 好 可以 100元 一至兩人 是呀 他說得很嚴重 就說人家那些用很多鬆肉粉 用到一些位置落得太多的時候 大家吃了就致癌了 或者拿到腸壞了 等我先試完 不要笑 不准燒了 剛才他切了我的洞 我很傷心 皮有點癌 100元是買教訓 買情懷 你不明白 也有街坊幫襯的 只是不是我的口味 我覺得 剛才我看到一條洞的叉燒 我很開心 但是一刀就切了下去之後 原來他是丟掉了 我不明白 然後我咬了一塊叉燒 叉燒半肥瘦 其實我要半肥瘦叉燒 但是 我咬到它是一塊很瘦 很凍痛 很韌的叉燒 喝了一些燒肉 我覺得是正常的燒肉 100元我覺得是 足夠我做一個有用的頭髮 好了 講完 我們又走到天黑了 是 這裡是海森公園 是的 我們來到海森公園 發覺今天走了一天 我覺得這個區 給我一個 不是太有能力 不是太有活力的感覺 悲傷 是的 有一種悲傷 無論是經過的食街 還是走過一些 所謂有文化氣息 值得打卡的地方 很多都是一些 感覺被人凋零了 開始沒有人管 想被社會淘汰的一些地方 這個海森公園 其實很多人應該是來打卡的 有紀念價值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裡好像是失修 其實不只是這個庭 就算是我去的任何一個地方 經過一些唐樓 經過食街 十三街 十三街 牛排藝術村 我覺得很多地方 其實它有那個 值得留下的價值 但是好像沒有資源去理 沒有資源去保育它 荒廢了 好像越來越凋零了 走的人都不知道進去走什麼 但是又說有參考價值 有欣賞價值 好像資源有點錯配 資源大部分去了旁邊 啟德那邊 在後面 大家能買到票嗎? 那個是啟德體育園 就會請很多國際的歌星來表演 Coplay早前大家炒票 不是 炒票 就說明年就會來 我當然買不到 但是經過館很漂亮 那一邊好像投放了很多資源 去發展啟德那邊 其實啟德原本都不是想做一個 住宅的發展區 其實開頭是想做商區 但是因為可能是配套的問題 很多發展商都對那一區 是沒有什麼信心 沒有投資 所以啟德就不能發展成一個商區 終於就轉為住宅區 轉為住宅區之後 又發覺在配套上 其實好像有個商場 還有地鐵 但是其他的資源就拿來做這些 就是建了一些商業的東西在啟德那邊 如果你說旁邊 在土瓜環這邊就好像很缺乏資源 好像很想把舊東西淘汰 推走它 但是又沒有推得完 始終 在土瓜環還有很多長者居住 還有很多以前傳統特色的店 就算那些店是好吃的 做得好也好 很多都決定結業的了 其實很可惜 就算跟街坊聊天 很多東西都換走了 就算你在土瓜環押納幾十年都好 不行了 現在又重建 那些東西不同了 舊的要換了 新的東西開始進來了 所以你如果在土瓜環打卡 有一個特點就是 你永遠那張照片裡面 都會有新舊的東西 在那個相框裡面 就是你現在可能拍這個 海參亭古路 就是有傳統價值的一個地標 但是後面呢 就會有個啟德體育園 現在是未開放的 一個很漂亮的新興的場館 就會搞很多大型的項目 那如果你來土瓜環 來拍照打卡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 新舊的元素在同一張相框裡面 在同一個相框裡面 今集我就覺得 是真的有少少 有少少悲 其實 又被人騙過 吃叉燒 可不可以叫被人騙?可以了 我也覺得可以了 這樣的價錢 你給我一定的質素 我都不出聲的 但是這樣 所以我聽到它這麼貴 我都買了 因為這樣才 其實真的有一秒 是想過不要的 但是真的為了拍片 就希望記錄 今次的事件 不要那麼天真 就是我被人騙而已 希望你們不會被人騙 一開始就 以為他結業 原來他只是說 他想結業 他在想結業 所以他就未決定結業 但是他門口就黏了一張紙 說傳點九折 如果你收了一百元 為什麼九折不是九十元呢? 如果你說 踏借街坊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我又不太明白 然後他就說自己的燒尾怎樣 別人的燒尾就不知為什麼會致癌 我就不太喜歡 這種燒售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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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捱焰爽停 永遠都不可以踩著別人的頭上 你的燒尾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有人買就有人買 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 如果別人做得好的 你想贏別人 你就再做得好一點 但是這樣 然後你收了一百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覺得還可以繼續做 我未試過 這麼大的女兒在地球生存這麼久 我未試過買一盒 這麼少叉燒 還有燒肉 還要水準是這麼平庸 但是一百元我未試過 還不是燒腩仔那些 是一塊燒肉 是一塊鹹的肉 收一百元的時候 他面不改容 我猜他不是第一次 就是這樣 他一定覺得你好好騙 不要緊 如果他騙了我 大家知道這一間不可以再去的話 我想我也做了一件好事 是 划算的 其實這一區還有一些事情 令我很開心 究竟什麼令我這麼開心呢 是不是吃了一些好東西 要介紹給大家呢 大家 記得留意下一集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like comment 和share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